各位隊友大家好,我是Sky 我是Winnie 我們今天要來做一個很不一樣的企劃 今天我們要來打電動 其實我們兩個人都是沒有在打電動的人 我認識Sky十年來 我從來沒有看過他在玩電動 但是呢 我最近發現了一款遊戲 我覺得我超級想要玩的 他每一天都在跟我說他很想要來拍這個實況打電動 所以我們現在要轉型了是嗎 沒錯,那我今天要介紹的遊戲就是一款叫做Geogaster的遊戲 我不確定是不是這樣發音啊 但是應該是Geogaster 那這個遊戲呢他很酷喔 他就是隨便指派一個地方 他有可能是一個任何全世界各地的一個角落 也有可能是一個著名的景點 總之呢就是要去猜這個地方在地圖上對應的位置是在哪裡 他不是只有說猜到哪一個國家這麼簡單 是你要找出那個點在哪裡喔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趕快開始吧 開始之前要請記得先訂閱按讚開鈴鐺 還要追蹤我們的Facebook Instagram 然後如果想要看我們的環遊世界影片在這裡 那我們就線上來環遊世界吧 Go 那進來他的主頁面之後呢 你們就可以看到他有不同的地圖 像是這邊是世界的 就是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 那這個是Famous Places 就是有名的地方可能是個地標 那這個是台灣地圖 或者是其他國家像歐盟啦 英國啦 西班牙 美國等等的 反正就有非常多種類 那我們今天要玩哪一個呢 我們應該從Famous Places 比較簡單吧 因為是著名的景點 搞不好是我們有去過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來玩Famous Places 好 來 Go Go 有信心嗎 我OK啊 但是你我就不確定啦 我一定是不OK 好 那我們就準備囉 來吧 OK 第一題 這是哪裡 喔 這一看到這個 你知道這是哪裡嗎 為什麼一看到這個就知道 這個很標誌性啊 這是英國的警察 只有英國警察會這樣喔 對呀 英國警察長這樣 這個可能是大笨宗附近的教堂 為什麼你這樣就知道 倫敦啊 這不是倫敦很有名嗎 大笨宗 你看 大笨宗出現 這個是倫敦之眼 倫敦之眼 你有去過倫敦之眼 我們有去過 他這個地方 他可能會有一個範圍限制 所以我們想過去的話 不一定能過去 可以可以 我們過來了 喔 有 來了 倫敦之眼的那個摩天輪 然後這一條就是大笨宗嘛 正在整修耶 好 整修當中 那我們其實按到這個相對位置 我們就可以 知道啦 猜了吧 你看其實我們現在就是到 英國 我在這邊破關 你們在給我吃東西 好 那 倫敦的話 我們就要先進來 你看 那你也不知道倫敦在哪裡喔 Big Ben Big Ben就是大笨宗 大笨宗 那所以他是在西敏寺 大笨宗旁邊是西敏寺 然後這個是西敏寺的修道院 那剛剛的相對位置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的某一個地方 那我們再確認一下 就是它的相對位置 這裡有一個類似圓環吧 我看一下喔 這個是西敏寺 然後大笨宗在整修嘛 這裡 所以它是它後面這邊有一個圓環的位置 大笨宗 然後西敏寺 後面這邊有一個圓環 應該在這個地方 Guess 哇 差26公尺 就幾乎是 就是對了啦 喔 這看起來蠻度假的齁 Bentley 而且你看 有什麼 Friday 它寫這個 它寫這個 The Fritz 這應該都是一些飯店的名字 度假聖地 但是這個看起來超度假 而且這感覺是一個海邊城市 那我們看看它的標示是什麼文 No Parking 英文 好我們可以過來 Tow Away Zone 所以這應該是在美國或者是英國 看這個感覺應該是在美國啦 蠻像美國的 對蠻像美國的 還有Friday 這個路燈也是看起來很美國 那如果美國的沿海城市呢 我第一個會先踩Miami 嗯我也要踩Miami Miami 可是我其實沒有去過Miami 不過這 哇就是一整條都是這樣子 哇然後都是跑車跑車 好像很好這樣 這邊過不去 所以我們沒辦法往海邊過去 或是有沒有辦法看到 欸 它只有錢時間 喔Miami Beach 所以我們確實在Miami 耶 不過我們就先到Miami 你知道Miami在哪嗎 左邊 蛤 你說Miami在西岸 喔不吃喔 Miami在東岸啊 在普羅尼達 啊 Miami在這邊 好那它的beach 那我們就來看Miami的beach在哪裡 Miami Beach 它是接在一個小島上面 嗯 好那我們不確定它在哪裡 但是剛剛我們再回到那個 回到原本的 如果你從一些飯店找那個吧 對就是Bentley跟Fritz嘛對不對 TGI Friday 找到了 然後Fritz跟Bentley中間 Bentley跟Fritz中間嘛 嗯 好 耶 欸 我們很厲害耶 哇 我們這一回KO的意思 就是我們 我們獲得滿分啊 5K就是5000分嘛 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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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好 不錯不錯不錯 好這裡 喔 看起來是一個 古堡或是古遺跡 那會是哪裡呢 OK我們在一個市區的樣子耶 它不是一個 喔 法國 所以它在法國 然後是一個遺跡 那 我們有沒有其他線索 喔 我們來到了哪裡咧 喔 直接到一個這麼古色的古像的巷 一個小巷 這個漫目在法國的街道 感覺很浪漫喔 你也懂浪漫喔 這裡不能過去了 好像不能過去了 好沒關係那我們就 先散步在這個法國街道上面 我們 找一下 欸 Restaurant Place du Dotei Pomme 蛤 我真的不會法文 大家不要抨擊我 那怎麼出去啊 這都是 喔 喔 因為它這樣子的設計 感覺像是一個 有點像什麼 羅馬經紀黨或什麼之類 就是一個 環形的 劇院或什麼 對 那法國有這樣的地方 我也是在哪裡啊 法國我沒有去過法國耶 Vincentera Boutique 你看這是換錢的Gambio 嗯 搞不好我們可以從這個明信片上面 推敲出來咯 范骨 Mango 車牌呢 可是車牌它好像都會 都會馬賽克掉 對啊 車牌也不太準吧 他們可能到處開來開去 對 Arena 對啊 確實啦 就是一個 競技場 這是一個劇院 競技場 法國哪裡有競技場 好吧 猜一個囉 法國 我想比較猜比較南邊一點 這感覺比較像南法風情 那我選尼絲 尼絲嗎 尼絲 尼絲湖水罐 Yes 哇 差了200公里 但是我們講南法是對的 是對的 是對的 Arena's de Arles 是 是這樣唸嗎 不會 好 反正就是這個 這個競技場 因為我對法國真的不太熟 好 下一題 下一題 來吧 欸 這一看就是什麼 我怎麼 是 是 土耳其嗎 它可以是 希臘式建築 那希臘式建築在土耳其也會有 他這題是不是不讓人出 出去了 欸 不行這樣啊大哥 一次就猜 要猜喔 表示說他 他覺得這個地方有名到你一看到你就要知道 好 那我們只能看路人是穿什麼 我們來看 喔 他穿得很路加 Korema 不知道是什麼 我不知道耶 因為 希臘好像沒有純粹這一面牆 土耳其 你會是哪裡 我不知道 那你就猜希臘杯 好 隨便猜 根本不知道是什麼 欸 真的是土耳其耶 只差五十三公里 它是在土耳其的 這不會唸 好 對不起我們也不會唸土耳其 這個地方 最後一輪喔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OK 這感覺大家很chill對不對 穿著熱褲有沒有 然後有個taxi 好 那顯然也是在一個古堡或是 教堂之類的地方 好 那我們就先往下走囉 中間有一根 感覺是一個地標性的地方 好 來看一下 這是什麼啊 這是一根塔 但是上面也不知道是寫什麼 那旁邊的話呢 顯然是一個 感覺又是一個歐洲老城區 對不對 他很愛出歐洲題目耶 我又不是選歐洲題 欸 可是 這是什麼 這是 類似伊斯蘭建築的耶 這是像伊斯蘭建築的耶 這是像伊斯蘭建築的耶 所以它可能是一個有伊斯蘭文化的地方 看一下這寫什麼文吧 PREFERENCIA 但是這個是西文 那我覺得它是在西班牙南部的安達路西亞 那因為安達路西亞曾經也是受伊斯蘭文明的統治 你看喔 它是OSTAR 但我們很確定這是在西班牙的 而且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西班牙的國旗 國旗 然後它寫 PLAZA GANOSIO DORE MORINA 所以 我們確定它是在西班牙南部 那只是我們要知道說它是哪一個城市 那西班牙南部的話 比較有名的 就是安達路西亞那邊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我們對照地圖 好 好 有沒有可能是 Cordoba Cordoba這邊有一個很有名的教堂 我不知道 喔 你看我看到了 Cordoba 啊 Cordoba 所以確實就是在Cordoba 沒錯沒錯沒錯 那我們就來看Cordoba這邊哪裡 喔 感覺是這個囉 對不對 好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 Castro 你知道這個 我看這個啊 看起來很像Cordoba的一個 那個建築的形態 嗯 它是很多很多拱門 嗯 我記得那張照片 我沒有去過但是我記得那張照片 它顏色配色也是這樣子 嗯 顯然它可能是這個Castro嘛對不對 很有名的 這個Castro 那旁邊 有一個門 有一個門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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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咧 這感覺是港口邊嗎 好酷喔 到 喔 門通到河了 門通到河了 所以你要去找一個河附近 河這邊 你看就是 就是這個這個 對 我合理懷疑剛剛那一根是這裡 嗯 然後我們剛剛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好 走到這邊有一個油桶 然後 然後 一路延伸 就到底了 所以它大概 是在油桶到底之間 油桶 我們有沒有辦法知道油桶在哪裡 可是這裡有Ice Cream 我們可以找 它是不是在 Alarina這個地方 Ice Cream嗎 對 看有沒有人 喔 有人在吃 有 真的真的是Ice Cream 真的 可是 可是 可是我們不知道是不是 那個Ice Cream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那條路可能都有在賣 可是你Ice Cream 你看得到那個 好啦 反正差不多了啦 我覺得 我覺得就差不多在這附近 嗯 好 剛進來這個地方 我們再確認一次 好 就是Ice Cream 就是Ice Cream的地方啦 好 那 就大概這個地方 嗯 踩起來 哇 水 哇 12公尺而已 蛤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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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其實這個破關喔 滿燒腦的 對 你一直要去思考 然後一直要去從小細節中 找到線索 那你是不是很開心 我覺得很開心 它就是有那種破關的感覺耶 你有嗎 還好 還好 因為我沒有特別喜歡看地圖 好 那今天就這樣簡單的試玩了一輪 它一輪是五題 給大家看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遊戲的話呢 我們把連結放在底下 它每天都可以玩一輪免費 那如果你想要玩兩輪以上的話呢 就要付費這樣子 但也很便宜啦 好像一個月兩美金而已 嗯 所以歡迎大家在不能出國環遊世界的時候 可以在線上環遊世界啦 結果啊 我們這五個點 都沒有去過 都沒有去過 顯然說我們去的地方 不是 famous places 對 我們都是去太冷門的地方了 那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看 有沒有出那種冷門地方的 再來玩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才不抽過我們的這支影片喔 那如果你想要看我 玩更多這樣的遊戲的話呢 頁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可能就轉行去當Swix主播 或是你們自己如果有玩 有遇到什麼有趣的題目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好那我們就 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